如果能召唤一个动脉角色做打手 你会召唤神 先战后看是好习惯 事先还要从梦幻模拟战里最悲惨的反派波战斗开始说起 大反派波战斗在梦幻模拟战手游运营的两天间 就被玩家能从时空之门召唤来的各个片场的主角团调了 但是在梦战最新的联动执行中 这位波战斗突然开窍 嗯 既然这样 那我也从时空之门里召唤点打手不就得了吗 于是他费尽心思抓来了美少女工程师安杰利卡 安杰利卡为了保密 心想着给他召唤点低级的骷髅兵就得了 但是万没想到 他竟然一下子召唤来了Overlord里最大的反派 古奥天安兹 以及两名强力的后宫雅尔贝德和夏提亚 这古奥天是什么 纳萨利克地下大坟墓地统治 世界最强法师 怎么能甘心能为别人的打手 整个梦幻模拟战世界 现在都面临着巨大的威胁 按照标准举行 梦战主角团应该要挺身而出拯救世界了吧 我却意外地看到了游戏公司发出来的一张 正情插画 这气氛 这架势 这几个意思啊 难道援助大反派要做一回真男人 第一个挺身而出拯救世界吗 对吧 我非常交ified 我们下制就是搞的 请问我们下凶货